华立刚刚出了一套CD 就是手上这一套Phermonia Orchestra的CD Phermonia Orchestra有人译作爱乐乐团 我有时候喜欢译作爱乐者乐团 无所谓,Phermonia是1945年成立的 它的故事也挺有趣的 它是一个EMI公司的一个高级监制 它是自己银河包,它做老板成立的乐队 它又叫这个公司用这个乐队做录音 有时候安排一些音乐会 例如卡洋音乐会,加录音节 因为录音嘛,所以有特别多的录音 都是EMI给钱的 这些很复杂的关系,在今时今日来说 肯定是为人所救病 但当年造就了英国一个新兴的最好的乐队 有很多很高手的音乐人都参加了这个乐队 在这个套装里面,就不是说由Phermonia 成立到今日的所有的录音 它是集中了一个时期的 1946年到1964年的时期 六四是一个分水岭 因为在1964年的时候,这个Water Lake 这个监制,突然间就说 这个乐队我要暂停它的所有活动了 之后产生了一个叫New Firmonia 这是另一个故事 这一套就是集中在之前的 这段我们可以说都挺光辉的时期 在这一套里面,涉及的指挥家都相当多 包括了卡拉扬,菲菲威拉,托斯卡尼尼 奥托克勒拉, Giullini和坎塔尼 还有其他的当时在EMI合约里面 帮忙指挥的一些好名家 比如说Charles Macris,奥克勒拉,马克勒拉,罗斯斯基等等 为了令这一套特别有新鲜的趣味 加了2018年的一个 BBC做的一个音乐会的演出 就是由乐队现在的音乐总监 Sarlene是指挥的 最后一碟叫Bonus Discs 第24个碟 就是一些音乐片段 加了当时的一些乐手的访问 由他们乐手的角度去讲回 卡拉扬,坎塔尼,奥托克勒拉,麦图约里的看法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Phermonia有兴趣 这一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愧疾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订阅Hi-Fi音响频道